欢迎大家收看时事评论,我是Thomas 昨天就说海军节也是世界读书日 两个题材令我们想起 美国的朋友应该多些读书 因为这是一个好日子 4月23日就是中国成立海军75周年 但是在4月22日 美国葵和菲律宾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的兵 兼并兼的联合军演 责任可能会巧合 但有些事情可以由美国小心去思量 这位就是出席海军节的论坛 这位就是美国的将领 他是太平洋艦队司令 叫科勒尔 这位科勒尔参加了论坛 不知道他有什么滋味 因为在一个西太平洋海军论坛里面 美山东青岛举行 多国的海军将领都参与 我们的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又合提出了一句说话 就是我们不怕事 就是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 那这个说话就是 我想是很清晰的 是给美国一个讯息 一个讯号 因为我们不怕事 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 其实是当时 总结了抗美援朝的 一个中国的一个 罪事功能 就是总结了整个抗美援朝 我们可以说 中国是不惹事 也不怕事 换言之 抗美援朝 这个战争主动是由美国挑起 但是中国就算是如何 面对这个困难 都会出手的 那张又合呢 说了这句 这么有色彩的说话的时候 再补充一句 海洋呢 就不应该是各个 拳要武力推行 炮蓝外交的竞技场 如果你有些慰根 也有些知识基础的话 你就会研究什么叫炮蓝外交 什么叫抗美援朝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两个历史的背后 究竟是有什么含义 有什么深层次的说话 可以摆上这个 西太平洋海军论谈里面 因为刚刚美飞的联合军员很大规模 4月22日到5月10日结束 一共接近1万7千个军人参加 规模都不可算不大 因为两个国家在南海这样做 是相当有挑衅性 而美国出兵是超过1万人 那加上加上 还有很多不同的項目去作出这个演习 你知道军员有一个很奇特的担心 因为他们正式的作战去准备 那你在这儿搞一下 就是说你做军员 分分钟有可能 可能变成实体攻击 这个历史经常都有发生这些问题 所以面对军员 其实就拉高了政治的紧张 等于上个世纪就是80年代 苏联还前苏联 就举行一场很大型的军演 就叫做西方81 当时整个北约拉起警部 但是整万架坦克 五十万个苏军一起去演习 分分钟演习完之后 这些武器 这些军人的话 一调动下来 去到欧洲 就是所谓的钢铁洪流 真的不得了 但是这个是威吓来的 也都是很清楚 我给他们知道的军事力量 美国这次做这些事情 其实就有点好笑 我找回去年8月 新华社8月9日应该 新华社有个报导 他就在美国的知名军事网站 叫做世界现代军纳名录 我就没有看过原本的网站 我就看回新华社提出的数据 就是他发布的报告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他说全世界的海军实力 用这个实力指数去排行 当然最高是中美两国 俄罗斯排第三 但是实情 你看看内容 其实就真的 中国的海军实力是非常少的 根据这个排名 主要参考海军的战斗力 主要是战斗力 通过一线的作战艦 的数量 服役时间 现代化 后勤能力 以及攻击和防御能力 总体来说 是每一个的环节都称过你的了 然后作出一个指数 那么在评估这个艦队的时候 也都将一些服役 或者是未服役的 都计算下去 当然了 不知道他有没有计算 那些曾经服役 但是他把他们放进去做这个储备 比如那些幽灵艦队 美国很喜欢将这些战艦图 就像集游一样 那么听听说 这些幽灵艦队 我随时可以 就是重新 就是装修过 就可以出海作战了 不知道他接不接这个数 总之 那些未服役的 就是准备服役 或者知道他正在建设 都加在这个指数里 一起去评核 而中国的造船能力 已经超过美国 那么如果你说未来的造船能力 中国一定是相当优厚的 这个实力 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没有上个网站 也不是一个专家 看回新华社这个报道 就看数字 当成万问题 美国现在海关的数字 的指数是多少 接近是324点 这个数字 必须有个定网 那是第二个中国多少 第二个中国大概是320 就是324对320 那么差几远呢 不是很多 但是以舰队的中位数 舰队的中位数 舰队的中位数 那就有差距了 美国呢 真的 大概是如何 超过23年 就是他那个 全个舰队的舰队 中位数 就是超过23岁 那么中国是多少岁呢 中国也不够14岁 无论之差不多是大他10年 我当个比喻 一个就是声梦传奇 一个是中年好声音 美国是中年好声音 中国就是声梦传奇 但是你说实力是否怎么分呢 其实不能这样分的 你基本上来说 都是很有实力的 那 如果照计这个综合的指数呢 这个中年好声音呢 都是佔优的 不过就是中国 那个指数 已经接近了美国海军的 差不多是9成9了 这个才值得注意 那么就是这样的成就 中国只花了75年 就是由1945年开始计 这个开始成立海军了 当时只有13岁而已 船都没有的 那么到现在呢 75年能够有这样的成就 追到全世界最大型的军事国家 最强的海军国家 那么中国 现在是美国的9成9 或者甚至 如果你计算 未来会 中国会做多少艦隊 这样去计算 分分钟可能 中国是超过美国的艦 有个估计的数字 在网上流传 也有很多人引用的 就是中国现在拥有 当时2020年 应该拥有大概355艘战艦 那么现在有些人说到400 但是我们用2020年的数据 就是4年前 中国是有355艘船艦 就是那个船艦 美国多少 不够300 就是355对300 预期 就是未来我们会做多少 新的船 它会去到203年 会有475艘 就是增加了100艘以上 就是这个船艇 美国呢 就现在300不到 大概会增加到305到317 那也都是 进度不是很多 那么当然 美国就是 起码 就这样看账面数 就和中国 起码保持同步 那个步伐 起码建军艦 还有我们的年龄中位数 是占优 但是美国呢 就是现在 就计划 在未来10年 会见多65艘的船艇 会有驱逐立航母 核潜艇 和两棲的船艇 你可以说 好了 大家相若了 那么 美国就 它的专家 有很多不同的计划 比如说 我们不只是计算这些 纯粹是 中位数年龄 也不只是计算 南部的数量 美国就说 它有11艘航母 中国就没有了 第二是中国 中国就不扣 美国的立体作战 那么先进 那么 将这些数字 左搬右搬 这些数字 比较 就很难组进去 和你辩驳了 不离不开的事实 大家真的差不多 不要说 你美国现在赢我 又不要说 中国未来会赢你 中年龙声音对《星梦传奇》 哪个好些呢 那就比赛我才知道 大家都这么多粉丝 大家都制造了这么多新闻 实力 你照看 都是差不多 都是能够 起到一个话题 但是中年龙声音对《星梦传奇》 很接近 正所谓的 但是在海军 那个实力来说 就是张亚克说 你这个时候 再不要搞这个炮蓝外交 其实真的是讽刺 两个大国这么接近 你怎么可以进行炮蓝外交 你怎么可能 起到别人家的门口 那么多数呢 大家都差不多 就是打过才知道 你是不是想打呢 是不是 之前不是不试过的 就是大家都是炮蓝那个 那个勢差不多 就是日本和我哥 在1905年 那个日和海战 就是打过才知道 美国准备好了吗 显然就没有了 但是现在我们都说 说了 就是我们不惹事 也不怕事 这个呢 谈我们就奉陪 就是谈我们乐意 打了奉陪 那么你知道那个底市在哪里 再说清楚一点 我们不怕事也不惹事 其实这个中国老话 是很有来龙去脈的 2020年 四年之前 10月25日 10月23日 即距离10月25日 这个抗美援朝 纪念日 两天之前 就在这个大会 一个纪念大会 明出席 就发表了重要讲话 其中一句说话提到 就是一段说话提到 就是说 中国人民心知 对待侵略者 就用他们要懂得听的说话 跟他们对话 等会说 当年抗美援朝 侵略者就说美国 这个就是以战止战 以武指倭 用胜利赢得和平 赢得尊重 中国人民 不惹事 也不怕事 再因破 艰难和风险面前 脚肚子不会抖 腰肝子不会弯 中华民作为下不倒 下不夸的 这段视频 你上网也看到了 所以 为什么就说 什么叫做以战止战 什么叫做以武指倭 这个就是我经常说的 经常说很多人都听不明白的 就是终衰一战 这个底线思维 不是说现在要打仗 我们就是以武指倭 以战止战 我们不能够没有战斗力 我们不能够没有准备一战 这个这样的同心壮志和实力 说什么叫做中美中心一战 会有人出来说 你是不是不要和平 识血也生害读书 回去读多些书 是不是 就好像美国将领和白光一样 都需要读多些书 阿南外交对于200年前的中国 是一种屈辱 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 就是中国 是令到美西方的一个醒觉 就说船肩炮你 的不过我们中华民族的 坚强的意志 是不是 这个读书日 就真的不打扰了 昨天过了 不过今天继续可以读书 对于中美中心一战 都不太明白 或者经常作出一些 有错误批评的人 所以他们也多读书 和美国将领一样 不要以为 中国爱好和平 中国很怕战争 中国需要和你缓和 读多些书 今天读了书没有 好 今天时间差不多 多谢大家收睇 再见